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蓝台 那么在近日的话呢,中国足球国内的体育记者苗元 在自己的个人社交媒体上透露 目前中国体育总局已经提出了一份振兴中国三大球的计划 也就是说中国体育总局作为三大球项目的主管领导 将会开始直接插手干预三大球的一个发展 这其中的话,足球的改革是非常的明显的 比如说中国男足此前的主教练李铁已经是成功的下课 而且我们看到在主教练的人选方面 很多报道也是用的体育总局直接面试的李孝鹏 然后让他去担任中国男足的主教练的 也就是说已经是绕开了足球 而在近日的话,体育总局甚至设立了一个专门管理中国男子足球国家队的机构 叫做国家队足球委员会的这样一个机构 那么在这个机构里面,目前的中国足协主席陈续员反而成为了副主任二把手 而一把手的话,总局将会派人专门亲自来监督 这个中国足球国家队男足的一个备战情况 所以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足协的权力已经被严重的分割了 就此我们也能够看到,苗元所透露的是这个 体育总局有意改编的不仅仅是足球 是关于三大球,就是篮球足球排球三个体育项目 那么我们也考虑到在今年年底,也就是在12月月底的话 中国篮协也将会进行换届选举 那么在这场,在足协已经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在足协主席陈续员已经被权力削弱 甚至有可能会被架空的情况下 那么对于姚明同样也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我们知道,在今年的话 其实整个中国男篮的表现也是非常糟糕的 37年来首次五月奥运会决赛圈的比赛 已经让姚明在输掉奥运会乐运赛之后 被体育总局约谈了 但是从这次约谈之后 中国篮坛几乎每个月都会发生一个 让姚明非常心情不好或者是名义受损的事情 比如说这个8月份,对吧 咱们没有去到这个东京奥运会 转过头来9月份 在国庆节前夕 作为男篮的新星胡明轩 作为一个新疆人竟然去高调宣布 自己签约了一家明确反新疆棉组织的企业 又让中国篮球蒙黑 紧接着10月份呢 我们知道国际篮联派人来考察 咱们这些国际级裁判的一些业务能力 包括运动指标 而我们的裁判竟然当着国际篮联的人的面 公然作弊 著名的国际级裁判叶南 直接是被剥夺了国际级裁判的资格 又是让中国篮球丢了一次任 最后的11月也就是在上个月 那么作为中国篮协副主席的这个王立冰 更是在自己的个人社交媒体上 含沙摄影的炮红姚明表示 目前CBA所现行的这些制度都是照搬NBA的 都是不适合我们的 并且明确的反击了姚明所主张的 维持现有的CBA球队数量不动的这样一些政策 这也证明中国篮协内部 其实是有着很多不同的声音的 那同样的也是在这个月 12月月初的时候 又发生了一件让中国篮球蒙羞的事情 那作为江西省的篮协主席 江西篮球的一把手 竟然做出了一些非常让人不齿的事情 直接被相关机关给带走立安侦查 接下来也要面对牢狱之灾 那这半年的时间 可以说每个月都让姚明 非常的不消停 他所掌管的中国篮球 目前不仅仅说是成绩上出现了下滑 没有任何的提升 而且在这种社会影响方面 也是屡屡给人民添堵 所以在这个体育总局 严厉干涉我们讲这个三大球的情况下 我觉得中国的男族 没有能够逃脱被干涉的命运 那么中国的男篮 我觉得包括姚明在内 在这一届换届选举当中 可能想要去连任 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而且即便真的是连任成功 恐怕他的下场 未必就会比程序员好多少 是否会有任何的 好处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